说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 不相似因,就是凡夫、外道、邪道、外魔、邪见人、 或者是小圣人、凡外邪小的种种见是不一样。 不相似就是相义之因。 因为凡夫、外道、邪见人、小圣人, 因为起点不一样这个因,所以令种种的妄想怎么样? 所现的这个法的自性相,有种种的差别。 叫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意思就是种种差别的意因, 凡外邪小种种差别的意因,所以令种种的妄想。 所现的种种法怎么样?自性相,有种种差别。 所以说能干人切经完全贯穿不出来,少了多少次啊。 比因和各个不妄想。 比,就是一切法,比一切法,本来不存在有妄想分别啊。 为什么本来没有妄想分别? 各个叫做不生妄想啊。分别的诸法。 比因和各个不妄想,比因和,比一切法本质不生妄想。 因和各个不生妄想的分别诸法。 这问题来了。 却令,却能令,余夫产生不如是之,而生种种的妄想。 而余夫就是,却能令,那个本来不生妄想的一切法。 而却令余夫,一切的凡夫,不如是之,而生种种的妄想。 为什么?没有妄想的外境,却让,凡外邪小,所产生的妄想各个不同。 因为它有相意之因嘛。 这段贯传以下,是世尊啊,妄想意。 凡夫啊,每个人啊,他的妄想啊,分别都有一些差别差异。 既然妄想有分别差异,当他所见到的自性相,也一定有差别相意之处咯。 世尊,不相似,就是这相似的因。 凡外邪小,种种见,不一样。 所以因此,令种种的妄想,所现的诸法自性相,有种种的差别。 所以这差别在妄想。 这几下,这比云和各个不生妄想, 那个本来不生妄想的分别的法,本不分别的诸法, 却能令一副不如是之,而生妄想。 外境本来是空性的,没有叫你去产生种种的妄想。 那个没有妄想的外境,却能令种种的, 凡外邪小的疑似的人,产生不如是之。 又不如是之,没有办法见到真如。 时之,而生种种的妄想。 注释。 妄想意,自性相意。 由于余夫之妄想,分别有差异,有意, 则其所见之自性相,亦各异。 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不相似就是相意。 对,这是因为众生各异不相似,相意之因, 固定自心,妄想所现之诸法自性相,有种种差别。 不相似因,如如妄外邪小之种种见,皆不同。 彼淫何,各个不妄想,而依附不如时之。 彼之一切诸法,为彼一切诸法,本生本来。 各个皆知不生妄想分别,而作试念,我等为一,为一,为长,为断啊。 对,你看看什么外相会自己会讲话? 你什么时候看到会讲话? 然而彼此不分别的诸法,而如何却能令诸于余夫, 多于不如时之,而生妄想。 简言之,自不妄想之诸法, 严格能令众生生妄想。 底下这句话可就是重要,修行就做到根本了。 可见妄想在于人哦,不在于外境的法哦,在心不在境。 你要能体悟出来,你就打开了智慧的钥匙。 你这只钥匙就拥有入场卷了,你要入于智慧的心,你就知道了,万法为心了,你找到了这只钥匙了。 因此,若心静,则静其人法双妄。 义贯,是尊,由于凡夫之妄想,分别有所差异。 故其所见之诸法,自性向,亦各异,心异,则所见静异。 是尊,这是因为众生,皆各异不相似,相异之因,去取杂。 所以令自心的妄想,所现之诸法,自性向,有种种差别。 或现异相,异相,或现断,长,有无等,等等相。 比一切诸法,因何本来皆各个,自不生任何妄想分别。 为我等异,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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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 法本无言呢?这些法什么时候告诉你? 我是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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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弹呢? 这些法什么时候告诉你啊?没有。 而却能令诸异夫多异,不如是知,以致生种种妄想分别。 这其非因,与果不相当。与因性不妄想,果性也因不妄想。 才相当吗? 这句话,重点在告诉你。 所有的问题,在你内心里面安种种的见。 为什么不利知?不利凡夫知?不利外道见? 不利邪见的知?不利小胜的见?是为什么? 凡有所知,有所见,就是妄想。 为什么说我对生命无常的世间,彻底没有意见? 这就投上安投咯。 若有所知见,就是投上安投。 法本来就没有种种的妄想。 所以我们所过的日子,只有是投上安投的日子。 不停的妄想,不停的分别,不停的执着。 问题在你自己。 好,现在问题今天找到了。 答案就是说,你想不想成佛啊? 想!那就放下这些知见。 放下这些知见。 我对生命无常的世间,彻底没有意见。 放下凡夫的知见。 放下外道的知见。 放下邪见的知见。 放下小胜的知见。 放下有见、无见。 长见、断见、一见、意见。 通通放下气露真如。 好,再一个关键。 关键就是说,你要过清净清, 还是要过头上安投的日子。 你当然要过清净心的日子。 而清净心就是妄言放下咯。 知见本不存在咯。 何况它的体性本来空。 接下来是八四三。 然为众生离妄想故, 说如妄想像,不如时有。 有。 世尊,何故知众生有? 无有。 见世自信即早, 甚至所行境界即早, 多有见所空法非信, 而说甚至自信是。 八四三。 然为了众生离一切妄想。 而佛说, 如自信所现的妄想像, 皆不如时而有。 这是世尊讲的。 世尊,何故? 世尊,不允许, 就是遮止的意思。 世尊,何故你遮止的众生? 这就是不允许众生, 早已有见, 还有无见。 依有见, 或者是无见, 反过来, 世自信即早。 诸位, 世尊以前说法, 都一定破除有跟无。 或者是, 世出师兼法, 佛法以非佛法。 意思就是, 世尊要, 一切众生不要对患世起种种即早, 有跟无。 见世自信即早。 好, 可是呢, 然后世尊, 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说, 我们呢, 甚至所行境界, 既早, 始有, 既早就是始有。 佛又在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处说, 我们的严存是自信, 自觉甚至, 确实是存在。 甚至所行处, 又是始有, 令众生又既早, 反度于有见。 因为甚至, 自觉甚至, 确实是有, 又令众生既早, 反度于有见。 世尊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说, 连空法, 非有信, 也空无自信。 世尊, 连空法, 都空无自信, 又让一切众生多于无见。 一下子说, 甚至所行是, 既早始有, 又令众生多于有见。 现在连空法, 也非有自信, 也空无自信, 又令人多于无见。 而后, 又说, 甚至自信是, 确实存在, 有一个原成实质性。 那边来边去, 反过来反过去, 到底何去何从何一呢? 何一? 何所依靠呢? 好, 我整段把它贯穿一下, 来。 听师父讲的, 印象会深。 这人, 世尊常常为众生, 离一切的妄想。 而说, 世尊说, 自信所现的妄想像, 都是不如实而有的。 世尊是这么开示的。 而世尊从以前到现在呢, 何故? 都为什么一直直直, 众生一一有见和无见, 因为有无都是妄咯? 现在呢, 是, 自信记着。 也就是说, 世尊不允许众生落入有见, 无见, 世间法, 初世间法, 种种佛法非佛法, 的种种是, 自信记着。 那么自信记着, 不是着有, 就是着无咯。 可是呢, 世尊一下子, 又在别处说, 圣人的智慧所行的敬切, 是时有的, 又让众生记着, 在记着, 反令人, 反令众生, 都已有见咯。 世尊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说, 空法也是空无自信, 那么连空法都空无自信, 又令人物理抗发了, 多入无见咯。 一下多入圣智所行是境界, 时有, 令人找有。 一下说, 空法, 空无连空法, 也空无自信, 又令一切众生落入无见。 而后, 又说, 圣智自信是, 确实, 我是自证, 自觉圣智, 我, 正的, 确实有时事, 有这样的境界, 为时有, 又多于有见。 一下, 叫人家放下有跟无, 一下说, 圣智是实有, 一下说, 连空法也空, 又说无。 一下子又说, 圣智是, 是确实存在, 又说有。 世尊一再自语相伟, 为什么? 一下叫人家放弃有无, 一下又说早有, 一下又说空法无, 一下又说, 圣智自信是, 是有。 叫人家放弃有无, 一下早有, 一下又空, 为什么? 世尊一再说, 反来负弃, 自以相为呢? 主是, 然为众生离妄想故, 说如妄想像, 不如是有。 然佛说法, 皆为欲令众生得离妄想, 了之诸法皆非是有, 而说如自行妄想所限之一切像, 皆不如是而有。 何故遮众生有呢? 无有, 见, 世自信即早, 甚至所行境界即早, 多有见, 遮就是遮断, 遮止, 令不起。 有无, 有见, 就是有无恶见, 世自信, 这是指世间即出世间, 种种是, 佛法以非佛法, 此为, 世尊何故遮众生, 令不以有无恶见, 因此, 不对, 世出世间, 种种的患事, 只自信, 其记着为时有时无, 然后, 却又于别处说, 甚至所行境界, 为时有, 令人记着, 因而反而多于有见, 说空法非信, 为时尊又说, 空法亦非有, 是自信, 而令人又多于无见, 以若连空法都无, 这一切法皆都无, 而说, 圣自自信是, 而后, 却说, 佛切实有这样境界, 哪一种境界呢? 是圣人的智慧, 自信是, 为私有, 私有就是存在啊, 切实存在, 嗯, 那存在就是有了, 又令人啊, 复令多于有见啊, 以观, 然而佛说法, 皆为意令众生得理以妄想, 了之诸法, 皆非实有故, 而说, 如, 自信妄想所现之一切相, 皆不如, 不是, 如是而有, 既然如是, 则是尊何故, 要先制止众生妄想, 令不亦有, 无有, 此二种妄想见, 自令不对一事, 出世间, 种种幻是自信向, 起记早。 啊, 然后呢, 世尊却又以他处说, 怎么样, 圣智所行的境界, 为实有, 反而又令人记早, 因此, 互多于有见, 此妄想。 此为何故呢? 世尊又说, 空法之理, 非有自信, 空法亦空, 因此再令人, 多于无见之妄想。 而后, 世尊却又再, 说圣智自信是, 为如实而有。 复令, 那复令人, 多常见妄想, 世尊, 宁何, 一再至于相为。 佛告大会啊, 非我, 说空法, 非信, 亦不多于有见, 说圣智自信是。 是, 然, 为令众生, 离恐不惧。 众生无始以来, 既造性自信像, 甚至是, 自信既造像见, 说空法, 大会, 我不说性自信像。 佛的回答, 真的是佛。 这句话无懈可及, 也只有大会能够问这些问题, 也只有佛能够回答到, 实在是, 没话说。 看看, 佛怎么回答呢? 佛告大会呢? 非我说空法, 非信。 并不是说, 我说空法, 非有自信, 而就落于断灭见。 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 也不说, 不会多于有见, 而说圣智自信是。 我也绝对不会说, 我讲的这个圣智自信是, 就是说我多于有见。 而我说空法, 又多于无见。 我, 从来不堕入有见无见。 所以说, 非我说空法, 非有自信, 而多于断见, 也不多于有见, 才说这个圣智自信是。 我说法, 绝不着有, 绝不着无。 而佛所说法, 只是为了什么? 令, 然, 就是, 然而, 都是为了令众生离, 对菩萨法, 甚深的究竟法, 生恐怖剧。 诸位, 恐怖一生, 就远离摩合眼了, 就远离大圣了, 就成佛无望了。 在这里啊, 师父啊, 也提出一个警惕大家, 如果对方啊, 暂时或者是不能接受大法, 最上圣法, 我们也不能一手推开他的因缘, 不能断他的福种, 因为只有摩合眼大圣, 让我们成佛, 让终生成佛。 他生恐怖剧, 就说, 哇, 修行这么难, 太难了。 所以, 如果没有因缘, 弃路究竟, 他自言自盾, 我们也不可以一手推开来。 简单讲, 保持一个联系, 制造一个善的因缘, 就等嘛, 就等待因缘嘛。 那, 就像师父举的那个种子, 让种子慢慢退兵, 退掉我执法执, 听经文法修行是点滴功夫嘛, 再有一天, 就吹下去, 一针就熟。 你现在一下子, 让众生啊, 恐怖了, 他就离开摩河岩了。 所以, 然为令众生啊, 离于恐怖啊。 一恐怖, 就远离, 恐怖一生, 就远离了大圣法。 那么就成佛无望了。 所以, 底下重点, 因此, 佛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 取释真理, 来开释这个真理。 众生因为无始以来, 记着诸法, 性自性向。 诸法, 性就是诸法, 自性向。 诸法有时自性还有自向。 记着一切法, 有时自性还有自向。 那么, 圣自是自性记着, 有无相见。 也对这个圣自是性记着, 认为是有, 或者是无。 有也为令啊, 比众生离于有无见啊, 因此说, 究竟真空之法。 当我说空法, 也绝对不会落入断面。 底下, 世尊这句, 就是最圆满的, 我, 加一个十, 补一个十。 我, 说法, 实在我是不说, 一切法, 自性向, 后面补两, 四个字, 唯有唯伍。 我不说性自性向, 唯有唯伍。 我实在不说, 一切法, 自性向, 唯有唯伍。 补这两个字进去。 那这样子, 就整句就看得到。 这一切法, 自性向, 到底有还是有? 因为, 以法里有无啊, 所以不可说吧。 整句把它贯穿一下咯。 佛告大会呢, 非我说, 空法, 非性我, 并不是我佛陀呀, 讲到空法, 就落入断灭的。 那我说, 空法, 非有自性, 也不会落入于断灭间啊, 无间啊。 我说法, 也绝对不会落入有间, 才说这个, 甚至自性是咯。 但是佛, 是大慈悲心, 只是为了令众生呢, 离于, 对大圣法的恐怖。 如果对大圣法恐怖, 则远离摩合眼, 远离摩合眼, 则成佛就没有希望了。 因此, 佛用种种的方便散角, 取释真理。 为什么? 因为众生从无死皆以来, 太可怕了。 就堕入一切法, 切实有实的, 实际的自性向。 为实有法, 实有自性向。 哪一个众生不是堕入这个啊? 看到什么, 就是切实认为那是真的咯。 甚至是自性记着向见。 也就是说, 甚至是自性向, 把它记着说, 有无。 甚至是如幻。 是如幻, 了一切法如幻的, 不可说有, 也不可说无。 甚至是自性记着, 有无向见。 因此, 对于甚至是记着有或者是无。 现在佛陀就说, 为令比众生理有无见。 因此, 说究竟的空法。 究竟的空法, 说空法, 就是究竟的空法。 大会, 我不说性自性向, 我根本实在不是说, 性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向, 唯有唯武。 我将有, 就落入有。 我将无, 又落入断。 所以, 一切性, 自体向, 唯有唯武。 是错误的, 这落入分别性。 以法离有无故, 所以法, 本离言不可说。 主是, 非我说空法, 非性, 并非我说空法, 非有自性, 而对于断见, 无见, 也不对于有见, 说圣自自性是。 也不是因为对于有见, 而说圣自自性是。 然而, 为令众生离恐怖俱过。 然而, 令众生离于对圣生法之恐怖过, 因而以种种方便, 而取是真理。 846, 众生无死以来, 众生无死以来, 既遭性自性向, 以众生自无死以来, 就骗记执着诸法之性, 自性向, 体向为十有十无。 以此执着过, 若闻诸法实向为理有无, 既生恐怖, 遭有则恐怖, 遭空则厌有。 遭空就是指恶圣人, 遭空则厌有, 遭哩尔。 这是指恶圣人。 盛之是自性计早向见, 说空法, 以盛之是自性计早其也无。 向之见者, 等于在默毗离也无坚固。 言之说, 究竟真空之法, 我不说性自行向。 是故我死非说, 一切法性自性体向文有为无, 已法理有理无。 故不可说 一贯佛告大会 并非我说空法 非有自信 而对于断见无见 也不是因为对于有见 而说甚至所知诸法 自行之事 然而我而令众生 驴于恐怖 诸法究竟实相之巨固 而以种种方便 启示真理 这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众生 从无死以来 很可怕 天机执着 诸法性自信 其相为实有实无 若问实相 离相 离于有无 则生恐怖 以上为对事法 其记着者 又有众生 以甚至是 自信其记着 有无相之见 我即为是说 究竟真空之法 令驴于对于 令驴于对 甚至其有无之妄想记着 以上 是对圣法 其记着者 所以佛陀说法 令你事法 初事法 通通理 事故大会 我实不说一切法 我实不说一切法 性自信体相 唯有唯无 以法本无言 离有无 法本不可说 故不可说 八四七 大会 但我住 自得如是空法 离于祸乱相见 离于自信信信非信见 得三解脱 如是应所应 于性自信 得圆自觉 观察 住 离有无事 是见相 这一段 是佛 告诉大会 我测见诸法的自信相 测见所正的法性 所以我做如是说 是从自信 清静心 自觉 甚至流露出来的 不是靠语言的 这大会 但我住 住就是安住于 我安住于哪里呢 自得圣自如是的空法 我正得一向 正得无向的真空法 绝对的真如法 当我正得一向 无向的真空法的时候 佛陀是离于妄想 或乱相 见就是邪见哦 离于霍乱相见 离于妄想的霍乱相的邪见哦 接下来 如来自己 佛陀说 如来是离于自信 分别所现的 有见或者是无见 意思就是如来 不会落入 有见无见 因为如来 离于有见无见哦 所以这一句是说 如来离于自信 分别所现的 有见还有无见 因为如来 得三解脱 如是印所印 真如 实就是实际 佛达到测见诸法的性向 测见所正的法性 所以是真如实际的法印 是所印 意思就是 一定都不错 错不了 没有任何的误差 我确实证到唯一实相 测见诸法的性向 测见所正的法性 真如实际的法印 之所印定 确定不错 以性就是以诸法 自信向 得通通来自一颗字节 甚至流露出来的 以缘 因为是一仰仗义 自觉 甚至任应观察 安住 你有事 恶 见之相 你有见 无见 恶见之相 是故 佛不说 诸法 自信向 为实有 或者是实无 整段把它贯穿一下 说大会 我叫你 你有无 是怎么样 建立在什么呢 是建立在 安住在 如来 自得的 甚至 如实的空法 我 测证到 诸法一向 无向的真空法 如来 你妄想之 或乱 向的邪见 如来 也离 自信 分别所限的 有见 无见 等 如来得空无向 无厌 三解脱法 是真如 是实际 法印 法界 空无自信 我以此 如实 实际的 法印 印定 所印 决定 不谬 一点都错不了 唯一实相 以性自信 以诸法 自信相 皆得以缘 自杰 甚至 任意观察 安住在 自杰 甚至 万法 都是从 自杰 甚至 流露出来的 而自杰 甚至 离有 无 赤 就是恶见 有见 无见 这两种 自见 自相 事故 佛说法 我绝对 不会说 自信相 到底为十有 或者是十五 注释 我 注释得 如是空法 我安 注于 自得 圣 至 如是 真空之法 也就是 本注 必尽 妙空 此为 正真 离以 或乱相见 也就是 不对一切 邪道 常去 忠道 亦无 忠道 之相 常去 忠道 一定要 后面 在 不落 忠道 之相 常去忠道 不落忠道之相 忠道 只是一切 无所住的意思 如果你说 还有一种东西忠道 那就完了 离两边 就是忠道 若早有一个忠道 持忠道 就不是忠道 只为离妄 离以至心 现 性非性见 性非性 有性 无性 也就是 有为离以 分别至心 所限之法 为有为无 至妄想见 只为达境为心 若是印 所印 测见 所正之法性 皆为真如实际之法印 所印定 无物 印则 吻合 印证 也就是 证明是一 为实相 所以 真正的 如来的究竟法 为正相应互 为什么 正量的解脱境界 只有结果 没有如果 不能用猜的 如果就是 如果怎么样 那就是用猜的 只有结果 结果就是 如人饮水 能暖自知 没有任何的 猜测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我可能开悟了哦 那就是没有开悟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我差一点点就开悟 那就是没有开悟 你差一点点就是差很多 以性自信 得缘自觉 观察住 以主法之性 自信相 得缘自觉 甚至而任意观察 安住 理由无事 见相 理由无事 恶见之相 一贯 八四八 大会 但我则安住 自得 圣自 如实 真空之法 正于一相 无相 理由一切 祸乱 相之邪见 道见 以理由分别 自行 所限之法 为有性 非有性 之妄想见 以如实 正真 离妄 达境 为心 故正的 一切法性 毕竟空击 无相 无焉之三极脱门 得以 测见 所正的法 所正的法性 皆为如实印 真如实际之印 所印 定不妙 于是 于一切 诸法之性 自行相 皆得以缘 自觉 甚至 而任意观察 及安住 因此 毕竟 理由无 二边 见之形象 是故 我实不说 诸法 自行相 为实有实无 全论 此节 为佛一 自证 而事成 不堕 有无 之原因 自证 所以 这个就重大的启示 重大的启示 就是说 佛法 它是实证的东西 不是空谈理论的 佛教你 离一切相 离一切言 说 语言 一切思维 达到不可思议 就是出了 为证相应 所以 因言 浅言 用这个语言 来浅出这个语言 是吧 因为 原因 让你体悟到 佛的无声的礼 慢慢慢慢慢慢 引导 慢慢这样引导 很辛苦的 所以 大悟见性 就是我们的目的 目标 现在都是在等待因缘 等待因缘 所以 如果你悟名了心性以后 八大宗派 你修什么宗派 那么你都会成就 你就不会说 一定要把这个念佛 把那个禅宗的极心极佛拿掉 诸位哦 你要了解佛的说法 佛一辈子说法几年 佛说法 四十九年 佛说法四十九年 我现在问你 佛说法四十九年 佛讲般若法讲几年 二十二年 这样你有了解吗 这个玻璃有多重要 佛说法四十九年 竟然讲了玻璃 讲了二十二年 你能够把佛教八大宗派 这个最重要的玻璃拿掉吗 只有念佛可以解决问题吗 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所以我们众生呢 因为不看经典 因为可能大家也很忙 很忙 所以也不了解说 佛的本意是什么 本心是什么 所以就是用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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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别对了 你想想看 你今天要念佛 师父不反对 你要诵经 师父赞叹你 但是记得要用玻璃智慧 四十九年除以二 多少 二接近二十四点五 二十四点五就是接近二十二年 释迦摩尼佛一辈子讲法四十九年 用一半的时间讲玻璃 你能够忽视它的存在吗 只有念佛不听就文法不是少掉这个区块吗 你知道佛说法二十二年般若谈 你的开智慧有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这修行 怕走错路 走弯路 走岔路 你亲近哪一个长老哪个道长 我们都不管 通通要依法 师父这里刚好我又肯吃苦耐劳 我也肯分享这个法 我又看得懂 放在一口里吵声 分享出来 你就知道这个法有做做重要 不然你母几四点人 你母母 天哪没人说 你要干啥呢 对不对 有一个人来请了一本 人学经 你不来听 我自己回来看 看你看有 你真的看有 不然你正在 没那么简单 对不对 没有那么简单 这就知道听经文法 你虽然看著解 可是你不晓得它的含义啊 经过师父这样前世以后 贯穿举例子 听法还是最重要 直接了当嘛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老板和你老板就有差 跟你说正经 这个吼有调查过 高中生 高中生 如果要考大学的高中生 坐在前面一半以上的 考上大学好的 国立大学的 比例特别高 因为他面对老师 他没要睡 多久了 做到一半后面的 合到国立大学的 较少 不是绝对啦 经过这样的实验调查 所以在经过实验调查 坐在一楼的人 他的深刻印象 持绩了当 就说我也要坐楼子 但是大地匙的人都坐楼子 不一定 师父看不错 看什么扁寿 什么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所以简单讲的时候 有人来讲说 师父 我有一次在三楼 看你演讲 就看电影像 看看看看 有点要度过 因为没人管 楼下一楼 那一堂课 就真的完全不一样 在单刀直入 看你的表情 师父你六根都会说法 阳眉顺目 都是禅意啊 真的 坐楼子真的不一样 所以啊 下一堂课 拜托你楼都拌楼子 真的不一样 所以 住在楼下的人 他听了 哇 那个印象特别的深 住在楼上 那个印象就不够深刻 因为讲到这里 刚好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那么我们 六月八号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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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六月十五十六 我们再见面 我们预计七月二十一 七月二十一 一定会讲完 按照这种速度 我现在最怕痛 最怕破病 我现在最怕破病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的愿力 我一辈子的愿力 一辈子的愿力 能言加能切啊 修行不后悔 如果有人这一辈子 把能言经 跟能切经 好好地研究 一切经典 没有办法 超出这个范围 花言经 它是发挥啊 世事无碍法界 发挥 发挥 那么阿含经 不禁苦控无常无我 大声经典的般若 你看通通包挂在这里面 通通包挂在这里面 那能言加能切 只是浓缩 以发挥大小而已 所以能言跟能切 似乎一辈子的愿力了 一辈子的愿力 那么这个能言经 很多人讲 那么很多人都是 像经兴法师啊 讲台语的心田法师啊 讲台语的 儒本法师讲台语的 静定法师也讲台语的 都是讲能言经 所以能言经很多人讲 没有人讲国语的 所以说 为什么要讲这个法 也就是 因为闽南语它是区域性的 代语也是区域性的 国语是世界性的 所以如果你要利益无量无边众生 你就是一定要这样 所以讲能言经 目前讲起来 只有师父 用这个国语讲 能切经就不一样哦 从有佛出世以来 告到今天 没有人 特地的从第一个字 讲到最后一个字 注解有二十几种 注解很多人写咯 但是讲没有 一个都没有 这个能切经中间消失了四百年 我们还感谢苏东坡 跟佛印禅师 因为佛印禅师叫苏东坡抄 后来才被发现 中间沉寂了四百年 所以我看这个电影 达摩大师传 对不对 达摩大师传里面 达摩大师拿一本经典 来到东浦汉地啊 那这本能切经 能切经到底讲什么 你想不想 我在南浦多佛县的时候 打开那个能切经 因为那个时候 经教上还有一点点 还没办法 再来心性还在掺啊 看到这个能切经就说 这是鬼看的 这没在什么看的 然后注解打开 这个还是没办法 怎么会这么深的经典呢 你知道吗 这个 我出家已经有六年的佛学基础了 还是没有办法了 再来慢慢慢慢的嫩言 慢慢的欣识 才到今天呢 有办法上台讲这个能切 换句话说 从有佛出世以来到今天为止 我第一个人把嫩言跟能切 从第一个字讲到最后一个字 没有 没有 给大家福利啦 福报啦 大家的福报 好了 那么十五号十六号上课了 各位啊 好 我们来回向一下 回向一下 华林佛心思纳姑太一切亡灵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依报身同身极乐国 愿身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离 下课 八百四十八月 八四八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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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四十八页 父赐大会 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赫萨不应利是中。 所以者何,为中一切性非性故,即比因生相故。 所以一切法不生中,比中则坏。 復赐大会。 外道的邪见说一切法不生。 这一切法不生,不是佛讲的生就是无生,非真无生。 这外道不是因为有或者是无而有生,在立一个不生。 所以它不是当体极空的不生。 所以外道邪见说一切法不生, 这不是真的不生。 是因为生,然后立一个不生。 仍然是生灭妄想的东西。 菩萨摩赫萨不应利是中。 也就是菩萨摩赫萨不应当,就像外道一样,建立一个不生中子。 所以者何,这为什么? 为中一切性非性故,这是指外道。 所以这个比以外道,它是中。 中就是出发点,以这个为中子。 外道的出发点,以什么为出发点呢? 所以一切性,或者是非性,就是一切法,从怎么样? 有,性就是有,非性就是无。 意思就是比外道中一切有无而生。 意思是说,比外道,它的宗旨,根本的宗旨,不是从有生。 要不然就是从无生。 这个在前面讲过了。 这不是佛讲的生,当体即空,就是无生。 所以非真正的不生。 不是真正的不生。 即比因生相故。 所以外道啊,它是因为有生,而立一个不生。 因为有生相,为因。 为什么呢? 不是从有生,就是从无生啊。 意思就是,那么外道,因为它的宗旨,它的因性,不是有生就是无生。 都是以生相,为不生之因。 换句话说,它的不生,上面还建立一个生。 不是佛讲的生,当体即空,就是无生。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一切法不生中,不生,本来就是不可立。 有法可立,立一个不生,就是生命。 立一个不生,就是生。 而非真不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正道,无生的境界。 它是不可原于,当体就是生。 当下就是无生。 这是正量的解脱境界。 所以不生,是不可立的。 如果你立一个不生,这个就是生。 所以不生,不可立。 立不生,就是生。 简单讲,就是生灭法。 所以外道,无论你怎么样讲,都没有自觉甚至。 没有从本性不生不灭的自觉甚至来了悟。 因此它怎么样讲,都是生灭,都是妄想。 这比重则坏。 因为立一个不生,它就是生。 不是真正的无生。 坏,就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宗旨。 因为你们讲一切法,不生。 可是你们又建立在有生,还有无生啊。 从这个有生跟无而生。 然后再讲一个不生。 简单讲,是因为比因生相,有因生相,才讲不生。 而不是佛讲的生,当体即空的不生。 这是真正的无生。 人家把他贯穿一下,说付出大会。 说外道,这邪见,说一切法不生。 这千万跟佛讲的真不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切法不生,非真正的佛讲的真的不生。 是因为生而立一个不生。 仍然是妄想,还是生灭的东西。 菩萨摩佛萨,不应依外道,如是建立的宗旨。 不应依。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呢? 比外道,中一切性非性故。 那个外道,讲万法不是从有生,就是从无生。 非真正的无生。 非真正的无生。 即以比因生相故。 还有呢? 比中,比外道,是因为它的宗旨有因性。 因就是因因果报的一个因。 乃是以生相为不生的因果。 所以啊,不是真正的不生。 而且呢,说一切法不生中,不生,当然是不可立啦。 对不对?也不可说啦。 有法,可立,你立一个不生,这个就是生。 而非不生啊。 所以说一切法不生中,是自相矛盾的。 你立一个不生,就是生啊。 这句话,有一点就告诉我们。 所以一个人常常心里讲,我不执着,我不执着。 那个不执着就是执着。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因此啊,真正的证悟到无生。 它是没有任何语言。 也不用解释,没有任何的立场。 它不需要别人的体量来平反。 它没有任何的委屈。 证到一切法无生的人, 它直接就本性吸收。 单刀直入,就解脱。 不需要等待任何的因缘。 因为解脱就是当下的因缘。 如果等待别人来开示,等待别人来体量,等到有一天来平反。 那么你永远掉进去生的角度。 外道就是这样子。 再生,又立一个不生中。 比重则坏。 立一个不生就是生,非真的不生。 真正的无生,就是生就是无生。 所以外道这样子,立一个不生, 自己的破坏。 自己的破坏。 自己的宗旨。 主是一切法不生者,此为赐邪见不生之中, 非佛讲的真正的无生。 菩萨摩护沙不应立是中,为菩萨不应如外道而建立此中。 八百四十九。 为中一切性,非信故。 为比外道乃中一切法,为有性。 无性,有性就是有了。 无性就是无了。 从有生,从无生而立此不生中。 而菩萨摩护沙虚离外道的有或者是无,以既有有性或者是无性,即非真正的无生。 真正的无生,就是当下的意思。 当下的意思。 故不可立,此其一。 吉彼因生相故,为彼宗之阴性,乃为以生相为因,方得见立此中。 换句话说,即使彼之不生,实在是根据生而来的。 为什么众生都是掉入两边呢? 认为不生是在生以外另外有一个不生,所有的众生都落入两边。 所以生,一个立一个生,然后又跑出一个不生。 当然这个是生灭的东西。 因此,生相是彼于不生之因。 所以,不生怎么来的?是由生来的。 由生而跑出一个不生。 这个就是生灭的对立显现出来的妄想。 若无此生相,何来比不生呢? 简单讲,这个就只是一个生灭的。 生,又跑出一个不生。 彼此不生,既然是由生而来的, 则非真正的不生。 真正的不生,就是当下。 这是很明显的。 因此外道者不生中,不得成立。 以其因生而有故,此其二。 说一切法不生中,比中则坏。 为财力不生,这个不生就坏。 以不生即利,这个就是生。 这个就是生。 所以师父常常告诉你,你真的很有修行。 千万不能说,我很有修行。 这个就表示你没有修行。 你卡在一个,我很有修行。 这个就变成生灭的东西。 实证的东西,这里面是完全清凉的世界。 完全无相的世界。 完全无恋的世界。 可以故,当下,他就完成了佛道。 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向外道。 不生即利,就是生。 如果真的不生,是不可利的。 因为无一法可得。 无一法,无一相,无一知。 无知,无见,无法,无意,无境。 你怎么利呢? 如果真的不生,是当下提供不可利的。 有法可利,利一个不生。 这个就是有法可利。 有法可利,就是生。 生后面一定跟着灭。 就是生灭,代谢之词。 而非真正的不生。 如果利不生, 这个就是破坏至宗之宗旨。 人生难得,今已得。 佛法难闻,今已闻。 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和过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实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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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